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的每一步都踏在历史上 也创造出属于自己的下一个传奇 今天发现大思路 要带你走进帕坎 和加德满都的杜巴广场 感受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氛围 这里还有一群不怕人的猴子 他们和佛祖菩萨又有何关系 还有走进阿三街 也走进平民百姓的生活圈中 现在就跟着我们发现尼泊尔 发现大思路吧 知道我们这台车骑了多少人吗 12345加司机六个人 而且你要知道尼泊尔的计程车 真的是都是小车喔 坐起来很刺激 而且你知道我坐在哪里 我坐在王哥的腿上 然后最瘦的汤姆坐在前面 看他很开心 不过我后面真的挤得像沙丁鱼一样 我们现在要前往这个帕坎广场 那也是一个皇宫遗址 王哥 距离帕坎大概多远 大概要半个小时 半个小时 看来王哥的腿可能要 要蛮硬朗的 因为要坐半个小时 从我们住在加德满都塔梅尔区 到帕坎的杜巴广场 距离大约7公里 还好今天出门的早 避开了塞车时间 我们用不到20分钟 就到了帕坎 之前有各位介绍过 其实在加德满都谷地这边 有三个皇宫遗址 现在来到的地方 就是另外一个皇宫遗址 叫帕坎皇宫 那来到帕坎皇宫 第一件事你知道要做什么吗 就是要买门票 这不是皇牌警告 这就是门票 而且他们这门票 就是像是南亚地区 有部分的国家 像印度阿富汗 印度尼泊尔 就是这些 South Asian Association for Regional Cooperation 这些国家 价格都比较低 100块钱 不过像是其他的国外观光客 来到这边 你要买500块钱的门票 那记得这门票一定要买 不要以为这个管理很松散 这一走进来 这一张张的眼睛 各个都是查票员 那当然我们还是要乖乖乖买门票 这比较保险一点 而且汤姆一走进来 有没有觉得看到一些熟悉的景象 对 像这个柱子上面 就有一个国王跟巴克塔普尔 也差不多了 对 那这里就是杜巴广场 那前面发觉呢 在巴克塔普呢 有杜巴广场 这里有杜巴广场 其实这杜巴两个字就是皇宫的意思 那我们知道这汤姆来之前做了很多功课 有没有什么资讯跟观众朋友分享一下 我其实这边是全家的满都河谷的最古老的一个城市 而且这边你可以看得出来艺术程度就是很高 对 然后所以这边就叫做 艺术之城 The City of Fine Arts 对 而且我在这边有一个十年前认识的好朋友 叫做Kumar 他就会帮我们认识这个帕塔拿 天啊 没想到这汤姆在尼泊尔 还有认识朋友 真是朋友满天下 佩服你 佩服你 没事啊 那我们要不要去找他 好啊 透过这当地的朋友的介绍 当然 帮助我们认识这边是更加容易 走 我们去找Kumar 帕坦的尼泊尔画是商业城的意思 不过在古代它的名字是拉利特普尔 意思是艺术之城 制作尼泊尔最古老的城市 在11至18世纪时 是尼瓦人帕坦王国的都城 不过现今我们在杜巴广场上 看到的建筑物大多数是16至18世纪 马拉王朝统治时期所建造 留下的 而这里野汉巴克坦布 以及加特曼都的皇宫遗址 并列为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 名录之中 Namaste 你看 Kumar 你好 Kumar 你好 那这个就是我四年前 认识的好朋友Kumar Kumar这个是可以啊 你好 可以 你好 认识你真的很高兴 谢谢 我也很高兴 我也很高兴 真的看到Kumar 真的好高兴 真的 感觉得出来 真的 对 那他们 我们现在就是要请Kumar 来帮我们介绍一下 然后我发觉眼前这座庙很特别 因为这是一个蛮大的门 有一堆狮子 一堆狮子 还有两颗眼镜 它不会让阿蒙 有宽人 魔鬼 进到里面 进到里面去 是 他们在搜尾里面的庙 这个 常识山面 它是 咖喱女生的花生 他有好几个手 他的东西是 那个狮子 还是 上面还有铁做的龙 龙 龙 龙也在搜尾这个庙 Kumar 我看到这门上 挂这一条这个装饰品 这是什么 这个是水牛的床子 水牛的床子 这个去年 所以我们在过大圣街的时候 我们的庄庙被好几头水牛 杀了水牛 然后踢过去学籍 被咖喱女生吃的时候 他们还有另外打开他的肚子 然后拿出来带出来他的肚围 挂在上面 有尊敬咖喱女生用的 所以挂这床子代表是尊敬 这个咖喱女生 真的他会非常高兴 他会祝福我们 帮游庆安对他 所以这个写记的仪式 是针对部分的神明 有做这样的一个动作 有对他们一个尊敬 好,那Puma 来,带您我们进去看吧 好,可以 这座凯夏普纳拉阳公园 建于1734年 历时60年完工 是整座帕坦皇宫中 最新的一座公园 目前宫内有一部分 辟为帕坦博物馆 收藏不少珍贵文物 虽然我们没时间入館 参观这些文物 不过我们在这里碰到一群 明显不是本地人的人 正专注于修护文物的工作 刚刚看着汤姆跟这个工作人员聊了很多 汤姆,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我觉得他的故事蛮特别 他们就是维恩拿的艺术大学的学生 他们每一年夏天时候 会来一个月来修东西 他们也有一个NGO来支持他们 蛮有意思 他们真的听起来很专业 对,我觉得他们做这样 这样工作其实蛮有意义的 就是修复这些古迹 然后让之后来到这边游客 都可以再看到原始的这个样貌 对 那我们跟着库马再到其他地方去走走 好啊,好 帕坦之所以有艺术之城的美名 在于这里是尼瓦族传统工艺的大本营 是加德满都古地建筑艺术的核心 尼瓦族的工匠代代相传 金、银、铜器、打造、雕刻、绘画等工艺技术 而这间美学观念 也反映在杜巴广场上 众多的皇宫与庙影建筑艺术成就上 我刚走进来 我看到这个寺庙看得是眼花缭乱 帮我们介绍一个最具代表性的 最有特色的 这边可以看 这边有很多寺庙 很多这样子寺庙里面 对 最漂亮的还是最有名的就是艾神的庙 艾神庙 这个是1937年盖的 都是石头盖的 那那个艾神的庙 那会来拜的多半都是 譬如说是男人呢还是女人 艾神庙男人女人都有拜 但是平常我要看到 很多女人在拜艾神 因为艾神他很英俊 他很聪明 他很勇敢 所以很多女孩子们 两个礼拜之前的 艾神的生日来天 很多女孩子们带 因为他很喜欢空缺毛 是 还有烧饼 很多东西带来供养艾神 他们在穿很漂亮的服装 像黏着 他们在派对到三个小时 就是很长时间到下面去 他们供养 他们带来的东西 然后他们可以试园 是 他们希望加上一个男生 跟艾神一样 有养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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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库马讲这么多 我想我跟他们两个人 都迫不及待要前去探观一下 那我们到前面看一看 走 好 好 这座爱神的庙 名为库里虚纳寺 相传印度教的爱神名为佳摩 他和西方爱神丘比特一样 手持一张弓 一旦谁被他的爱情之鉴射中 就会在心中点燃起爱情之火 不过我们这位印度教的爱神 比较多情 据说他自己就有一千六百零八个女朋友 也难怪男生也要拜他 祈求自己能像爱神一样 受到欢迎了 刚刚库马呢 告诉我跟汤姆马 一个很好玩的小故事 是关于石柱上这个马拉国王的故事 那当初呢 这个国王 他是一个很仁慈的国王 他很爱他的百姓 只要看到这个民居里头 这烟囱没有冒烟 他就很担心 他说老百姓是不是没饭吃 那不过后来呢 就是因为他手底下 四个部长 就做了一些对他不好的事情 于是他就感觉到是很失望了 要离开 他就把王位传给他的儿子 就决定要走了 那当时啊 这百姓们听说这个国王他要离开 都很难过 聚集在这边一直哭啊 哀求他不要走 那国王当时就说了一句话 他说呢 只要这食物上 这个国王像上面 对眼睛舌上面这只鸟不飞走 以及金翅鸟不下蛋 然后这大象呢 不离开 他的灵魂呢 就永远留在这个地方 所以当地人呢 在这个皇宫的前面这个窗户啊 他们是永远都不关的 因为他知道国王每天啊 都会回到这个地方来 Han 我说的没有错吧 没有 这样子刚刚好耶 对 刚刚好 而且当地人就把他的房间都留着啊 所以他的床他家具都是一样的 对 那可见的 其实这国王真的是很好 因为这个百姓 真的是爱戴他 尊敬他 其实我觉得 有Kuma在真好 就告诉我们一些 当地的小故事 而且听到这个故事呢 我觉得对这个地方啊 你会觉得更融入 感觉中 会了解得很深 对 这位受到人民尊敬爱戴的国王 名为那兴 雕像鉴于十七续记 三百多年来 帕坦的百姓 依旧守着当初国王的承诺 刚刚我们在上面说到 这个国王的故事嘛 那国王呢就说啊 如果这个 蛇上面这个鸟不飞斗 金翅鸟不下蛋 还有这个大象 如果不走下来这边喝水的话 他的灵魂呢 就永远在这地方 顺便看到这就是大象啊 有可能要来喝水的地方 有三个水龙头 那Kuma刚刚很好玩 跟我们分享啊 说旁边这一座呢 就是他的学校 他是第五班哦 属过来第五班 他说他们以前下课的时间呢 就会跑到下面来玩耍 然后渴了 直接啊 就会在那边喝水啊 然后擦在他身体 不过呢 他也很好心地建议我们啊 说这边的水呢 我们不要喝 毕竟呢我们没有抵抗力 那他是从小喝到大的 所以没有关系 那刚刚还跟我们说啊 这边有个水池哦 知道这水池是干什么的吗 这个是不是要给水牛喝的吗 喝水 因为他们是不是 如果来到这边的话 黄牛 是给黄牛喝的 对 因为其实当地人 他们很尊重这个黄牛嘛 他说这个黄牛 如果是母的话 就是呢 这个保护神的妻子 也等于是这个大家的妈妈 所以他对这个黄牛 是特别的尊敬 也是称为是女的财神 那如果是公的黄牛 他是师婆神的作息 所以呢 他们就是说啊 如果这边有黄牛啊 要来喝水 趴住了在那边 比较不方便 于是呢 就用了一个水池 把水储存在这个地方 让黄牛呢 都可以轻易地取得这个水 其实真的还蛮好玩的 那当然啊 这水呢 刚刚大哥不建议你喝啊 不过因为天气很热 我们过去呢 洗一洗擦擦擦 也蛮舒服的 好 在一件日正当头的之间 库马引着我们走进小巷子里 原来他是要带我们品尝 最有当地风味的女瓦族料理 刚刚我们跟汤姆两个人呢 一阵手忙脚乱 因为他们啊 当地女瓦人的 这吃饭的方式很特别 首先呢 介绍一下他的主食哦 就是米 压扁了之后 放进去烤 这就是他们的主食哦 倒在盘子里面哦 把所有的菜一次 全部都加在上面 一起吃 而且刚刚库马 还特别提起我们两个人啊 问我们说 平常吃不吃辣 因为发觉 他们当地人吃的东西啊 都会带点辣味 然后还要再配这个豆腐汤啊 然后现在我们开始来用餐了 好不好 尝试看看 最道地的米瓦人的这个料理 说起来 这顿饭虽然不像美味 但也不难吃 就是很传统米瓦人 平时吃的食物 倒是最后上的一道小点心 让你们小小惊愿了一下 现在可以要吃的东西呢 是当地的一个小吃哦 很特别 它是用黑豆磨成粉 制成饼皮 那有时候里面呢 包的是这个碎肉 但是有时候呢 就加蛋 那如果呢 他们说啊就是 平常没有要吃这么多的话 他们这一餐呢 他们就点到那个饼 然后配当地的这个米酒来喝 简简单单就吃一餐 吃吃看哦 真的是很香耶 它上面一样 是淋的这个咖哩酱 这样就是整个饼 因为味道呢 会非常浓郁 而且它吃起来哦 这个口感呢 是还满滑嫩的 软软的绵绵的 只是你进去呢 吃进去呢 你刚刚咬了几口 这个有分下去了 好吃 那肉真的很香 这个我们本地话叫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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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炒的饼 一般的饼 不是油炸的 不是油炸的饼 炒蛋一样炒的饼 有点脆脆的 脆脆的上面脆脆 比较滑 对 吃饱上路后 库马继续带着我们走在相宝中 他说在以印度教为多数信仰的尼泊尔 泡坛居民却有很多的佛教徒 城内大小佛寺灵力 不过这些佛教寺院 大多数是在杜巴广场外围的 民居巷弄中 如果不是有库马带路的话 我们应该会像大多数游客一样 逛完杜巴广场就大道回府了吧 有看到 又一个设立塔 一样又转金轮 那其实我们这样在这个街道里面逛一逛 他的这个佛寺设立塔 都是在这个皇宫的外围 好像分布的比较多 对不对 而且各具特色 有的地方呢是有放着金刚族的法器 那有的就是有这样的转金轮 那有的是有这个 那什么盘 螺 那叫什么 曼陀螺 对 那当然还有这个设立塔 而且我觉得这种感觉很有意思啊 因为有一些比较像这个古老的 也有一些比较新的 对啊 我觉得这种宗教的关系蛮有意思啊 对有酒又鲜都喝在一起 有没有看到他们的妇女呢 就是下午闲来无事啊 就坐在这边聊天 然后呢跟路过的人呢 偶尔会打打这个招呼 或者是跟邻居 就是串串门子 就感觉 朋友 对 还蛮有人情味的 相传释迦摩尼佛曾来到帕坦传道 另外佛教的守护者 印度的阿育王也曾来到这里 根据当地传说 帕坦一些专造佛塔 都是阿育王时代所建的建筑物 因此有人就说 帕坦是全世界歷史最悠久的佛教城 不过要认识佛 霍马说 就得带我们去四眼天神庙 才能说得清楚 现在来到这地方呢 叫四眼天神庙 那其实呢 我们在那个 加德满部的这个饭店顶楼啊 远远看过去这个山头啊 就是看到这座庙 那请问一下这个Kuma 这个庙拜的是谁 拜的是最早的佛陀 不是释迦摩尼佛陀 必是释迦摩尼佛陀 最早的第一名的 叫四眼天神 不是跟释迦摩尼佛陀一样 它的地位更高 哇 所以这是第一位佛陀啊 对 那释迦摩尼佛是最后面的一位 最后一个 所以您有说过说是这个 释迦摩尼佛还曾经来到这边 参拜过他 对 哇 第一位佛陀耶 对 而且没看到这上面啊 有没有 四眼天神的这个标示哦 有没有 眼睛的标示 真正的四眼天神在上面 还要在上面哦 在在上面 所以就是说我们要爬山了 还要爬 还要爬上去 还要爬上去 好 那我们先上去看一看 好 我们还有爬三分钟的时间 好 那我们先上去 好 四眼天神庙原名为斯瓦阳布拿佛塔 据说历许已经有2500年以上 是尼泊尔最古老的佛塔 而斯瓦阳布拿意思是自体发光 相传原始七佛中的地位佛 匹婆须佛曾在这里种下一只莲藕根 并且预言这里将会长出发光的莲花 而四眼天神庙所在的位置 就是当年匹婆师佛种莲藕的地方 这个两个眼睛 右边的眼睛是佛塔的那个智慧 然后左边是他的同情 上面还有一个殿 他的智慧的墓 要跟天堂软络的 然后有一个温号码 很想逼着温号码学度化终身 什么时候佛塔将到的时候 如果人家的脑筋很聪明 他们都能听得到 这个塔代表佛塔的身体 佛塔的智慧 这个白色的智慧分代表水 然后还有花圆圆的黄色的圆 这个是莲花的颜色 所以佛塔的作气是莲花 对啊 那有十三层吗 对啊 这个是十三层的阶层 这个十三个天堂 什么时候人家要打坐地管 要通过的时候 已经要过十三个天堂 这个阶层了 过了十三个阶层的时候 就才能成佛了 上面是那个涅凡 涅凡的上面要包盖 在包覆涅凡 从花风下于太阳 最上面的见证的珠子 就是中心的殿 什么时候佛塔的 这个四言真圣 他的灵魂要下来 他要从那边下来 因为听姑妈真的讲了很大一串的故事 那我们走近一点 近距离去参拜给一下 好不好 一走进佛塔周围 随处可见不怕人的猴子 因此很多人也叫这里是猴庙 关于这群猴子的由来 有这么一个有趣的传说 相传远古时代整个家的满渡续座大湖 毗博师佛种下的藕根 长成发光的莲花后 愿在中国五台山的文殊菩萨 听见这件事 特地赶到此地 他一看到莲花 就知道莲花之中 有一座大凡天佛像 所以他取出神剑 江山剔开 让湖水流泻 加那满渡谷地因此形成 文殊菩萨也得以 和大凡天神像相会 之后 文殊菩萨就留下来 在这里休息 他上去的头发变成了树林 而头须就成了这群猴子 也因此这群猴子的地位崇高 被称为是圣猴 这就是加德满渡的景观 站在这边俯瞰下去 真的是漂亮 其实今天来到这个四眼天神庙 让我虽然是长了智慧又开了眼界 那这里呢 供奉的是第一位佛陀 甚至这个地方 连释迦摩也都来过 表示这个地方的重要性 那来到这个地方 就是到了尼泊尔 是第五或第六天了 光是加德满都逛都逛不完 那不过却是遇上了很多台湾的朋友 那听着这个台湾朋友跟我们分享 他们爱上这个尼泊尔的理由 说真的 一时之间很难接受 为什么呢 记得刚来的时候呢 第一个交通问乱 然后 污染啊 污染严重 再加上啊 这个走在路上啊 一直啊 被这个噪音啊 给吓到 耳朵很痛 搞得整天心神不宁了 不过后来啊 在深入的去了解他们的生活之后啊 也看到了一些些的感动 像我们之前在辽国的时候 跟大家分享过 辽国这个地方呢 有人的地方就有庙 没有人的地方还是有庙 感受得出啊 就当地人对宗教的热忱 不过到尼泊尔呢 你会发觉 不只热忱而已 甚至宗教 根本就是他们生活重心 因为这宗教 已经融入他们的生活当中了 可以深刻的去感受到 这宗教的温度 对 我想呢 如果我会爱上尼泊尔呢 让我最印象深刻的 就是宗教的这种氛围 那不知道汤姆尼呢 其实我觉得 十年前跟十年后的感觉 不太一样 十年前我觉得 自己的眼睛 好像看得比较简单一点 现在有比较深入 对 比方说我看这些庙 印度教庙 佛教庙 也有这些两个宗教 合在一起的庙 对 每一个小东西 每一个小地方都有标志 然后这个标志也有一个故事 很深的历史 我真的觉得有点可惜 没有多两三个月 可以来学习这种东西 对 看到你真的是很开心 为什么呢 不是我看到你开心 是我看到你很开心 因为你遇上十年前的好朋友 对 看到库马尔真的 不小心在路上碰到他 真的好像有缘分 真的有点感动 感觉出啊 你跟这个尼泊尔 就有勤奋未了 哈哈哈哈 好啦 那我们看一看 这边的这个景观喔 看看夕阳 下一段节目 王猪带路 带我们进入阿三街 这里是当地人日常生活圈 也是背包客逛街寻宝的天堂 更多精彩内容马上回来 现在是七点多的时间啦 今天真的是起得比较早一点 很早 因为王哥说要带我们去逛阿三街 对 阿三街 那里呢 是个背包客很爱去的传统市集 然后在那边是可以看到 尼泊尔当地的生活文化 是不是 是 那听说有没有卖吃的 吃的特别多 吃的特别多 那有卖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 也有 你要知道现在早餐时间 肚子了 又饿了啦 所以我们待会在那边吃早餐吗 对 走 走 南蛙斯队 南蛙斯队 你好 你好 拜拜 拜拜 在塔玛尔去住了几天后 也总算大概了解东西南北方向 不至于迷路 虽然是大清早 但这个背包客聚集的地方 商家早已经准备好开店做生意 这里俨价的满都最晚睡 但却是最早清醒的地方 王哥 等一下 等一下 这是卖果汁吗 这个现打的果汁 现打的果汁 是当地的 对当地的 当地的就是这样子 OK 那来两杯好不好 OK 那大概多少钱 更多一杯 多少杯 50块 50如币啊 和台币大概十几块钱 便宜耶 便宜耶 原汁耶 好 OK 来你来 耶 OK 喝喝看 喝喝看 好喝 真的很便宜 许多 而且便宜 便宜 便宜 没说话 好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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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 你跟我说 你觉得谢谢 你谢谢 谢谢 谢谢 謝謝 來尼泊爾之前 就有聽人建議說 如果你怕喝這裡的水 拉肚子的話 最好的解渴方式 就是到處都找得到的果汁店 因為這裡即使是小販賣的果汁 也嫌少會餐水的 發覺一個有趣的東西 這一串辣椒 不知道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 有不冷的 不冷的 可以帶來好運 所以當地人應該就是 串這個辣椒是不是 對 就可以帶來好運 對 辣椒跟還有檸檬 還有檸檬 對 這是檸檬 這個有趣 檸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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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玩 真的好玩 那我們繼續走 大哥 在前往阿三街的路上 我們順道舉一個 只有週六才贏業的農務事集 因為之前 帶我們吃遍加德滿都的 尼泊爾達人 薇薇 固定在這一天 會來續集擺攤 昨天妳跟我說 妳在賣這個愛玉 還有這個三本圓 我還以為妳在開玩笑 結果來 天啊 真的是愛玉耶 觀念的味道 還有這個熟悉的三本圓 對 其實說真的在台灣 我就很愛吃這東西了 很愛喝 對啊 很清涼又很健康 剛剛看妳聲音好像還不錯 對啊 其實對他們來說都很新奇 因為他們在尼泊爾 從來沒有看過這樣的東西 那口味他們都可以接受 他們都可以接受 因為他們覺得很清涼 然後又帶點甜甜酸酸的感覺 最主要是有新鮮感 對對對 就會吸引人群 很彈虛的小朋友 看得出那個滿足的表情喔 果然台灣美食有征服全世界 人類味蕾的潛力 而未未目前的心願 也是希望把更多的台灣美食 帶來這裡 分享給來自世界各地的遊客 在和未未道別的同時 我們也和未未相約明天 將再次帶領我們 宴許她面中的價格滿足 穿過這街道 來到一個廣場 當然看看小小的廣場 你會發覺這廣場特別熱鬧 廟很多 而且你還感覺上就是 我們好像位在一個中心位置 像剛剛看了一圈 這個道路好像是成放射狀的 所以王哥這裡就是 這個阿山街的中心嗎 還沒到 還沒到 這是各條馬路的交界處而已 你會發覺這邊很多廟 而其中有一間這個廟 香火特別的旺盛 這個廟的神叫阿納布納 阿納布納 是主管食物的 求溫寶對不對 求溫寶的 我們要不要拜一下 難怪這麼多人來拜 當然要拜一下 我們過去看一看 好 走 走 所以王哥這個要怎麼拜 我們要先順時鐘這樣走一圈 順時鐘走一圈 好 那我們先走 安納布爾納是印度教的豐收女神 她是師婆的妻子帕爾瓦蒂其中一個花璇 在供奉她的寺廟 經常可見師婆神 和她一個頭骨樣的奇葩腕 要求安納布爾納提供食物 也因為安納布爾納掌管食物 所以在餐廳或廚房中常可見她的圖像 也可說她就是印度教中的趙王爺吧 繞了寺廟一圈 點了地卡 傻了話 彷彿滿天的蛇佛 為我加持了一樣 全身充滿了力量 對啊 不知道觀眾朋友有沒有覺得 剛剛這樣的動作 其實並不陌生 像是佛教、道教都有類似的儀式 尤其剛剛這個點燈 很像平常在台灣點這個光明燈的感覺 有點類似 對啊 那另外我們好奇 就是你們對地卡做什麼用 這個最主要的功能就是避邪 就是避邪喔 對 因為我們就發覺到的是 釋迦牟尼佛還有這關西域教 都有點這個地卡 對 真的是被點的地卡 就感覺真的是 真的充滿力量 充滿力量 對 離開安納布爾納廟後 我們馬上前往阿三街 即使阿三街是加拿滿度 當地人常來逛的續集 也正因為太有地方特色 所以也吸引背包客 來著體驗當地人的生活 雖然來這兒我沒有打算買些什麼東西 不過光是這樣走在路上 看當地人摸肩擦肘也是一種樂趣 走著走著我們終於看到了賣去的小看飯 對 可以 來 我們來吃這個爆米花 好 來到這邊沒想到走沒幾步 真的是觸觸之驚喜 對 而且你看它這個爆米花 它不只只有玉米口味的 這還有這豌豆 黑豆 還有黃豆 甚至還有這個 還有脆麵 還有脆麵 我們買一個米斯版好不好 好 好 我們就來一個 那這個米斯版 米斯版 對 多少 100 100 100塊錢 大概台幣30幾塊 現在滿便宜的 還可以的 爆米花和我們居前去過的巴里普利 大概是尼泊爾最常見的路邊攤小區 可見尼泊爾人有多愛這麼貴的 這味道很複雜 試試看 有一口 你看連洋蔥都有 快喝一口 來 我拿 他剛剛有知道 吃到那個豆子好硬喔 這攪的時候要小心慢慢攪 味道很複雜 味道很複雜 味道真的很複雜 很特別 第一次嘗試 其實說很特別是客氣的說法 這味道 真可以用五味雜陳來形容 試過這一次也就夠了 王哥 那邊有一尊神像耶 對 那邊有個蛋尼曲 我知道 這是橡皮神對不對 對 當地的財神 當地的財神 對 我看這個好像神像到處都有 這個幾乎到處都有 那跟我們的台灣土地公很像 就是當地的土地公 那所以是哪些人會拜這個 做生意的 做生意的最多 所以我們看這邊都是商家 所以他們拜的就是這個財神 財神 對 這個要怎麼拜 這個 拿一些食物餵在橡皮 橡皮 橡皮的地方 唉唷 既然是求財的 我們去拜拜看好了 走 好不好 水王哥 這要怎麼弄 它這邊有那個甜食 甜食 我們沒有準備 不然用它就可以了 這個拿一些甜食 餵在那個橡皮的地方 餵它就對了 對 然後 那個額頭敲一下這樣敲 表示尊敬就對了 對 表示尊敬 好啦 那我們來試試看 所以要先敲這個 對 就表示我來了 好 我來啦 雙手我們再一下就可以了 耶 拜了橡皮神這個財運啊 滾滾來 的內心啊就覺得好滿足喔 好啦 那我們繼續收取去吧 好 走 這條阿三街除了人多 就是廟也多 如果每座廟都要講故事的話 我看大概拍成一兩百集 關於印度教神話別劇劇也沒問題 不過接下來這座廟因為太特別了 所以被介紹不可 來到尼布爾之前呢 我就知道這個是個滿天神佛的國度 這邊的神明比人還要多 當然寺廟也很多 那我就好奇了 這寺廟裡面究竟住了哪些神明在裡頭 那剛剛呢 這寺廟為什麼吸引我 因為進來之前就看到外面是佛祖的雕像 不過呢 這門框的裝飾啊 竟然啊 是希臘式啊 等了三十幾分鐘喔 真的是啊 你說的這是道地美食啊 叫蒙蒙啊 對 它是用蒸的這個尖角 蒸的蒸角 用蒸角 對 要不要試試看好了 肚子真的是餓得受不了 好 先試試看 有沒有看到 小小的一顆 現在是啊 一顆一口剛剛好 我跟你說 剛剛這包的是什麼 水牛肉 水牛肉 嗯 那味道好像特別的香耶 因為它裡面有加了一些香料 還加香料喔 對 所以這應該是他們的平民美食囉 平民小吃 那我們最后幾天都吃得到吧 對啊 都幾度吃得到 好 這個時候吃到這尖角真的是 太幸福了 太幸福了 你們發現我們的團員 小了王哥一位 因為王哥的老婆呢 是尼泊爾人嘛 然後這一回來到了尼泊爾 所以王哥帶著他回娘家去了 所以接下來的行程呢 我們要請未未喔 帶著我們繼續闖蕩 加德滿都 OK 沒問題 我們待會就去那個 加德滿都的杜爾巴廣場 還有附近的商店去逛一逛 那邊有很不錯的風景 好啊 可是我好像發覺今天很多店家沒有開 然後爐上沒有車子 但是為什麼 是不是也有一個特別的日子 沒有 其實今天是尼泊爾的班達 班達就是霸工 霸工 對 如果你聽到這字 就是班達就是霸工 好吧 那對我們會有什麼樣的影響嗎 其實對觀光客來說還好啦 只是比較不方便是 可能有些交通工具 它不會開 不會行駛 然後店家會關門 所以你沒有 逛街會覺得很無聊 不過其他還好 就是觀光景點像杜爾巴廣場 或者是一些重要的觀光景點 其實都是可以去參觀的 好嗎 那就既然不影響我們的行程 我們就出發 走 走路 說真的 還正有點不習慣 這麼安靜的家的滿渡 聽薇薇說 現在尼泊爾政局不是太穩定 罷工的事經常會發生 不過當地人也知道旅遊業 是尼泊爾重要的經濟命脈 所以政局再怎麼亂 也不會影響到觀光客 你看 薇薇 我發現尼泊爾很好玩 連石頭都可以拿來賣 而且是破掉的石頭 這種是一個很特別的石頭 有能量的石頭 你看這個是不是有化石 化石 對 我這邊好像有一顆太一樣的 他們這種 就是他們相傳對印度教來說 它是一種那種皮屍弩 的化身 所以就是說在河邊 如果你撿到這樣子的石頭 如果剛好打開 它是有海螺的形狀 因為那個皮屍弩 它手中有拿海螺 如果有海螺的形狀 就代表說這顆石頭的價值很高 就好像神的化身 然後它有正面的能量 所以有些人 他會把它買回家 就是供奉在家裡這樣子 對 所以是一個很特別的石頭 對 有些宗教信仰的人來說 對 因為我剛剛 因為我剛剛看看 我發覺 這個有沒有可能會造假 你覺得咧 所以他們要賣這個原來的石頭 對 因為覺得要眼見為敵 如果我們可以買到一顆原來的石頭 然後現場可以剖開 然後裡面如果真的真的 那我就信他了 對 好 那我們叫老闆看看有沒有 好 幫我們問問看老闆 不知道賣原來的石頭 OK 那這個應該不用賠他錢 你買下來 OK 掃機 可以開了石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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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開了 這碗老闆說 已經開了石頭 賣300盧比 每開的賣200盧比 我們當然需要買200 還沒開過的 來證實一下 那秉著石燕的精神 我們就來試試看 由於手邊沒有工具 所以我們先摔一個 看可不可以摔得破 OK 好 確定我來嗎 對啊 跟你來 好 開始了 破掉了 你看 你看它真的有東西 真的有東西 花石 對啊 我們把它組合看 這樣子 其實我還是很懷疑 你知道嗎 為什麼 你看 它中間這個地方 感覺上好像是 事先就先挖一個洞 然後再灌東西進去 對啊 如果我們自己這樣實驗 自己摔 是比較有感覺 對啊 這樣子就知道 裡面有一個東西 不知道怎麼來的 對啊 說不定 這真的是 這個彼氏圖的花生 好 帶回去 供奉起來吧 交給你了 好 用200盧比 買了一個沒有答案的答案 還好代價不算高 至於後來這塊石頭下落如何 也沒人記得了 現在來到加德滿都的杜巴廣場 那看一看 跟之前我們去的巴克坦布廣場 長得不太一樣 巴克坦布感覺就是比較寬闊一點 不過這邊你覺得它建築物比較密集 而且規模好像沒有那麼的大 來到這裡有幾個要看的重點 第一個就是獨木廟 還有什麼 薇薇 庫瑪里 火女神廟 火女神廟 那另外呢 還有一個叫巴克坦布 有提到一個故事 就是有一尊這個猴神 他被蓋了紅布也在這邊 那待會我們就是要來找這個 那來到這邊呢 湯姆有什麼感覺 我其實覺得這邊長得滿漂亮的 藝術感也很深 而且你看這邊人很多 光光客遊多 而且當地的人也滿多 這邊好像也是一個年輕人 可以休息的一個地方 對 而且看到這個廟呢 也是圓之圓味 到處都還在修繩當中 欸 我跟你講 我發覺了那一尊可憐的猴神了 就在旁邊 我們先過去看這個猴神好了 OK 走 面目 那剛剛其實之前我們就有講到說 就是因為它罰完這個太陽嘛 然後呢 就被罰有勢啊 不可以結婚 然後呢 因為它站的這個位置又很尷尬 因為正對的啊 都是一些春宮雕座嘛 所以為了不讓它收到自己 把它蓋上紅布 結果很好奇耶 就是 這個紅布什麼時候 可以把它掀開啊 一年只有一次 好 聽說是每年的四月份 然後他們會請那個專家 就是看黃道吉日 然後挑一天適合的 然後把它的衣服拔開 哇 拿去洗衣服 重新再披上就對了 對 然後身體輕輕 然後再把它披上去 對 所以一年只有一次 哇 原來如此 好吧 所以說真的是平時 真的不要太調皮 去做一些奇怪的事情 你的下場呢 就跟它一樣 不過看到它其實還滿開心的 因為來之前就已經傳聞這樣子 好啦 那我們再去看看 住在杜巴廣場 有一樣東西一定要來看啊 就是聽說這個寺廟裡面 住了一位活女神 而且呢 她是每天下午四點呢 才會... 好 才會出來見客 那現在是不是時間快到了 對 看她很趕了 好 趕快進去 好 趕快進去 超新的 超新的 由於活女神出現後 就不能拍攝 所以我只能簡單的描述 其實活女神就是一個小女孩 時間一到 她就從二樓的窗戶探頭出來 而且過程時間很短 不到五分鐘就結束 她們大概小時候四五歲的時候呢 她們就會開始要領選 那個金獎或銀獎的女兒 然後可能就是 她身上也不能有任何疤痕 然後她們需要被關在一個暗室裡面 然後有人可能假裝惡鬼 然後或是有那個水牛頭 血淋淋的水牛頭去嚇她們 然後看誰對能夠保持鎮靜 然後就可以獲選為活女神 獲得這樣殊榮 由於尼泊爾人相信 與卸任的活女神結婚會遭不幸 因此卸任後的活女神 大多數都沒有結婚 而且在她擔任活女神的期間 一直過著查來伸手 犯來張頭的生活 變成平民百姓後 往往無法適應新環境 所以我想活女神的一生 恐怕是苦願多於樂吧 對 對 牆在夕陽下山前 魏魏帶著我們登上高塔 席地而坐 和所有人一樣 體驗一下當地人的悠閒 剛好,休息一下 所以你們感覺怎麼樣 我覺得這邊 這邊真的很棒的一個地方 對啊,像這邊有很多人來休息 跟我們一樣 我覺得 有點輕鬆的感覺 那魏魏呢 我覺得 杜爾巴廣場 就是有很多 印度神廟跟古蹟 可是呢 他們這邊的人 就把它當成後院或花園一樣 就是公園一樣 午後時光 或是黃昏的時候 大家就會 朋友啊 或者是情侶啊 就會來這邊聚會 然後喝喝奶茶 或是吃吃小吃啊 然後relax一下 就是讓一整天的疲憊 這樣子好像可以消除的感覺 對,所以我很喜歡這個地方 其實聽妳有沒有講 那看一看 真的是感受得出 妳所講的那樣的一個情境 對啊 對啊 就感覺雖然是 就是跟古蹟在一起 然後就是又很自在這樣子 不是很有距離感 或者是很嚴肅的一件事情 這樣 對 說到這裡 我就想要再問妳一次喔 妳為什麼會愛上尼波爾這個地方 這邊究竟有什麼樣的魅力 其實很多耶 其實我一直覺得說 他們這邊就是一個 可以很隨性 很自在 做自己的一個地方 不用太多 在乎很多自習的眼光 然後可能它也沒有很多 框框 對 然後可能在其他的台灣 或其他的社會 可能也還是會有一些 這種框架在 是 可是我覺得這邊的可能性 就是很多 所以我很喜歡這種 感覺 所以呢 妳打算要一直在住在這個地方 妳看他住了好幾年這樣子 是啊 他是我的第二個家鄉 其實說真的 這樣子思路 這樣我們走過不少國家 其實妳到那個地方 這種感覺很像什麼 很像我們今天在交女王 這個男女朋友 對 一開始妳會以這種試探的心情 去覺得說 這地方到底怎麼樣 對 那一開始可能會有一些距離 會有點害怕 對 慢慢深入之後會發覺 其實這個人好像人品還不錯 這個地方呢 感覺也不錯 然後慢慢的深入的去了解他 然後最後就愛上他 然後就很想要就住在這個地方 留在這個地方 真的形容得太好了 真的嗎 嗯 厲害 不錯啦 感受一下美景 感受一下黃昏 我們來感受這樣的氣氛 下一集發現大思路 我們將遠離程序 前往奇幻國家公園 我們感覺好像進了這侏羅紀 而且因為昨天下過雨 所以這路不太好走 到處都是明明 進行一場叢林探險 還要帶您走進山中古城 班迪普爾 享受一場被雪山群風環繞的 身心靈解放距離 在這個喜馬拉山的上班之下 來享用幸福的早餐 我會說早餐很幸福 不是跟你很幸福 嗯 最好吃 精采內容千萬不要錯過 大雪大雪 謝謝